來自亞洲各國的超級大力士 陸續走入會場 這是局重項目最後一項 男子一百零五公斤以上級 有臺灣大力士支撐的陳士傑 雖然有隊友相挺 可惜由於有傷再生 表現明顯力不從心 陳士傑在抓舉項目 開靶一百八十五公斤 第一次試舉成功 但是後續量度挑戰一百九十三公斤 失敗 抓舉排名倒數第二 而在停局的部分 陳士傑狀況更不理想 三度挑戰兩百三十公斤失敗 比起去年士大運拿下鷹牌的表現 有顯著落差 儘管左膝蓋已經有所包紮 但陳士傑仍無法承受 槓鈴所帶來的重大壓力 最後三次試舉失敗 沒留下停舉成績 陳士傑的傷確實構成不少影響 膝蓋內側潤帶附近長骨刺 不但只有彎會痛 甚至必須密集治療 他已經積水 他一積水 總共已經抽了二十四次水 十五之後抽二十四次水 老選手了 所以傷都會出來 沒辦法 但是我們要怎麼就是 把他練精 練多不如練少 練少不如練精的練 本屆亞運陳士傑無緣奪牌 但這不代表他放下槓鈴 下次世界盃 希望還能替台灣爭光 亞運聯合採訪團 印尼亞加達報導